诸葛亮要举兵伐位,北定中原,临发兵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了一份初识表,这份初识表写的是十分的深情,写得也很深沉,字字句句,他体现了诸葛亮居安思维,同时对刘禅苦口婆心。 也就是表明了诸葛丞相对汉室的耿耿忠臣,这份表彰意义非常深刻,他不仅体现了居安思维,同时在这表彰里边,诸葛亮劝刘禅是广开试听,就是让他历经图治,要继承好他父亲先帝刘禅的霸业, 让他不要网字飞薄,也不要隐喻不当,失掉了大意,使这个忠臣志士寒了心,堵塞了忠建之路,就是说告诉刘禅呢,要多听正确的意见。 其实啊,丞相诸葛亮早已经就看到了,看到什么了?他看到刘禅这个人呢,非常的懦弱。 这个人可以说是暗若不明,诸子难辨,就是说他好坏不分,这样的人呢,很容易偏听偏信,如果他要是实为任性,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,赏罚不分明,那不是就糟了吗? 所以丞相在出示表里提醒刘禅,让他亲贤远坚,特别是诸葛亮留下来了一批忠贞贤良。 这些忠贤贤良不可多得,诸葛亮告诉刘禅,你要和这些人呢,来多亲近,就是要亲近他们,信任他们。 同时呢,这份表彰也表达了诸葛亮,报答刘贝的三顾之情,脱骨之重。 那么自己啊,要统帅三军北定中原了。 诸葛亮在表里说得很清楚,如果我这一次去罚位不成功的话,我甘愿领罪。 我是以此来报答先主对我的恩情。 我走了之后,那么郭优之费仪,董允这些人,如果在朝廷里边他没有什么建树, 说给您出不出什么良谋妙策来,请陛下您呢,就惩罚这些人。 作为这些个大臣们呢,他们应该尽心尽力的辅证啊,就是为蜀国多做贡献。 同时啊,也希望陛下您要多思善虑振作起来,好好体会体会先帝的这个遗诏。 干嘛诸葛孔明一再强调刘备这诏书呢? 诶,这遗诏了的呀,那遗诏啊,别看字不多,但是字字千军众,刘备啊,更了解刘缠。 常言说得好啊,知子莫如父啊,说谁最了解他的儿子,那是他的父亲。 那么刘备看他这几个孩子如掌上观闻,他大儿子刘缠这人有没有出息,他不知道吗? 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,刘备告诉诸葛亮,说你看刘缠啊,能辅则辅之,不能辅啊,你就把他弄在一边去,干脆你就成成租主就得了。 那当时刘备说的那话很真诚,并不是说,他临死了,还想要试探试探诸葛亮。 刘备跟诸葛亮啊,名义上是君臣的这个关系,实际那是混心之交啊。 两个人过心啊,刘备对诸葛亮是非常的信任,特别信赖的。 要不怎么这位诸葛亮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? 他一再提啊,一再说,我要报仙主对我三顾之情,脱骨之重啊。 所以诸葛亮辅佐刘缠,那是尽心尽力啊。 你别看刘备死了,他留下的这个遗诏写的字不多,但是那个话都很有分量。 哎,刘备在遗诏中告诉他的孩子刘柴,说免之免之,更求闻答,物以小而为之,物以善小而不为。 就是说一点点的恶事你不要做,你别以为啊,这点小善小消的好事你不去做。 威胁为德呀,就是为了让他完成霸业。 所以诸葛亮今儿个在出示表里还提到了这件事情。 刘缠呢,看了看这表,看完之后往桌子上一放,这要换一个聪明之主啊,圣明之君呢。 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学识,很懂事的话,看完这表,当时就得泪如雨下,那就得哭了,感动的可以说不知所措,就不知道怎么就好了。 可是这位刘缠呢,也不知道他看明白没看明白,反正他看了,看完了,他被那表往那一放,皱着个眉头,他瞅着诸葛亮。 哎呀,相父啊,相父啊,相父难争,远舌艰难啊,刚刚回到成都,可以说是座位安息啊,今天您又打算领兵北征,呃,功劳相父神思啊。 就是说,您刚刚平定了南方,收服了梦祸啊,回来没多久,您怎么领兵又走啊,这您不显得太累了吗? 哎,诸葛亮轻轻地长叹一声,陛下,臣受先帝脱孤之重,素叶未尝有待,今天虽然南方已经平定了,没有内顾之忧了,可是此时啊,正是讨贼的好时机,为了恢复中原,如果今日不发兵,更待何时啊? 哎呀,丞相的话还没说完,从班中走出一位大臣来,谁啊? 大夫乔州,哎呀,丞相,我看您还是不出兵为好啊。 嗯,诸葛亮一愣,乔州先生,您这话怎么讲呢? 哎,丞相,丞相领兵平定南方,可以说远寿安马之劳啊。 刚刚回到成都,时间不久,您就要起兵,正向方才,陛下所说,是不是您过于太劳累了? 这是其一啊,其二呢? 虽然说,您平定南方去的时间不太久,可是耗费钱粮啊,损兵折将。 说这话的时候啊,乔州打了个愣神,怎么? 怕这话说出去之后,丞相不爱听,我损什么兵折什么将了? 其实乔州所说的这个事啊,他的目的不是在这儿,就是说,意思呢,劝诸葛亮,您啊,再歇个一年二年的吧,咱们也再缓一缓,现在咱西蜀的这个力量啊,还没有十分足呢,力量不够,人马粮草,刀枪,后背各方面呢,还都有很多的困难,最好呢,现在不打。 诸葛亮没怪罪,啊,乔州大夫,你说的不错呀,不过有一样,现在魏文帝曹丕,刚刚死去,他的孩子曹锐继位了,如此黄雅小儿,可以说他是刚刚继位,朝中呢,也不十分稳定,他手下的文武啊,争权夺势也很厉害, 尤其是曹锐贬了司马仪,把他削志为民,给打回老家去了,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,如果司马仪,要是镇守雍梁操练人马,这对我稀数无威胁非常之大呀, 所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,今日不起兵啊,那就把这机会错过了,大夫方才所言也很对呀,是一片良苦用心,为蜀国着想,我知道,不过呢,请大夫不必忧虑, 我可以先把人马,罚到汉中,观其动静,如果得变,我就继续进兵,如果与咱们不利的话,我在那驻扎一阶段,这也没有什么伤害, 哎,乔州大夫,你看如何呀,乔州大夫一听这还有什么说的呀,丞相是以商量的口吻跟自己这说,同时呢,方才呀,丞相把这话都说了,说曹锐才十几岁个孩子,做了皇帝了,现在这个北魏朝廷内部也很乱, 尤其是曹锐把那个车气大将军司马仪给贬了,这正是个机会呀,那么自己就不好再劝了,哦,请丞相尊便,乔州只得退回来,归班战利,这时候流传一看,乔州大夫说这些话,丞相也没听, 再说,相父说的那也有理呀,可以先到汉中看看吧,啊,真的要是把中原得过来,那那我这霸业就成就了,相父这是为了我呀,不过相父就得多多操劳了,呃,此次远征,朕十分惦念,望相父多加保重,万岁望安, 当时流传传旨啊,拜诸葛亮为平北大都督,丞相吴湘侯领益周末,指内外事,呵,诸葛亮,那简直是党政才文军全权啊,现在就等着什么了,就等着择选即日起兵了,可就在这时,有人来报啊, 报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,什么消息,西川五虎大将之一马超马梦起,在绵阳病故了,哎呦, 诸葛亮一听这消息啊,当时就落了泪了,连这个皇帝流传也很难过啊,五虎大将连连死去四人了,关羽张飞黄中马超, 马超年纪不太大,得了这么个疾病,死了,流传传旨,后葬马超将军于绵羊,诸葛丞相在成都摇记了一番,以为将校之心,大家都非常感动, 把这个事情忙过去之后,诸葛亮就在相府议事,把朝中所有的文武,全都请到相府来, 哼,这些位文臣武将是云集于成相府啊,今日之成相府与往日大不相同,怎么呢,兵层层,甲层层啊,刀枪四百岁,剑挤如麻林啊, 犹打这个云文七十,一直到后边的厅堂,是甲氏林立,手中的刀枪是刀枪阅言,等文武全都到齐了, 诸葛亮啊,当时传令,传令安排啊,自己因为宅选吉日就要起兵了,所以得把家里头安排好, 他派郭优之和董允飞夷为势中,总涉宫中之势,说宫廷里边的大事就交给这三个人了, 相宠为大将军,是总督御林军马,陈镇为势中,蒋婉为参军,张义为长使,掌管丞相府事, 杜琼为建仪大夫,杜为杨红为尚属,孟光莱敏为祭酒, 尹莫里传为博士,玉政废师为秘书,是乔州为太使, 这是留在家里的,留在家里的文武不下一二百元啊, 有好多都是众臣啊,安排完了家里之后, 丞相传令,这就要安排跟自己一块去北伐中原的人了, 令前都部镇北将军领丞丞相司马梁州刺史都亭头, 为言,前军都督扶封太守张义, 衙门将皮将军王平,后军领兵使安汉将军建宁太守李辉, 副将定远将军汉中太守吕义, 监管运梁左军领兵使平北将军陈仓侯马带, 副将飞魏将军料化, 右军领兵使奋威将军薄阳亭侯马中, 府农将军关内侯张义, 行中军师车气大将军都亭侯流眼, 中建军杨武将军邓之, 中参军安远将军马肃, 前将军都庭侯元申, 左将军高阳侯吾义, 右将军玄都侯高降, 后将军安乐侯吾班领长使随军将军洋义, 征南将军刘巴, 前护军偏将军汉成庭侯徐云, 左护军笃信中郎将丁贤, 右护军偏将军刘敏, 后护军典军中郎将关雍, 行参军赵武中郎将胡继, 行参军建议将军严严, 行参军偏将军篡袭, 行参军辟将军杜义, 武略中郎将杜齐, 随荣都尉胜辈, 从事武略中郎将凡齐, 典军书记凡建, 丞相使令总决, 帐前左护卫使龙襄将军观星, 帐前右护卫使胡义将军张包, 喝, 嗨呀, 相府里这一传令, 那真是令下山腰洞, 兵出鬼神经啊, 丞相又传一之令, 让李延守住川口一具东窝, 然后定准了日子了, 就要起兵了, 定着哪天呢, 定在渐兴五年春三月秉银日发兵, 把这完全安排好了之后, 啪啪令旗怎么一摆, 干嘛呀, 按现在的话来讲散会了, 可是丞相这话还没说完呢, 就在街下怒恼一员老将, 丞相, 掐, 啪, 用手一撩争群, 大步向前, 站在帅岸前了, 是怒戎满面, 哎哟, 中文武这么一看, 有的人按吃一惊啊, 看这位老将, 发似三冬雪, 虚如酒秋双, 鹤发童年, 别看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, 可是看那张脸呢, 还是那么红扑扑粉碌碌的, 哎哟, 这老将军真精神啊, 谁啊, 赵云赵子龙, 丞相请了, 老头不愿意了, 那当然, 怎么回事, 这全都派了, 批了啪啦, 这番安排派了这么多的精兵勇将, 可是唯独赵云赵子龙, 丞相连一个字都没提, 不提也可以, 今儿丞相是怎么了, 连一眼都没看赵云, 您说这位老将子龙, 他能高兴吗, 他今儿可是特意出班, 要问问丞相, 丞相, 为什么不传令与赵云, 难道说您看我年纪大了不成, 说这和赵云插双手一坨海蝎的寅然, 微微一阵冷笑, 丞相听了, 我随年迈尚有连泼之勇, 马缘之勇, 二位古人尚不服老, 何故不用博耶, 活了, 是啊, 当初啊, 春秋斩国时期的老将军林婆呢, 是赵国的一员盟将, 那么大岁数, 服过老吗, 没有, 秦汉将军马缘怎么样, 年纪大了吧, 服过老吗, 也没有, 那么难道说我比这二位差吗, 为什么今天丞相就不给我一支令呢, 哦, 赵云将军今儿个是一根筷子吃藕, 飘了眼了, 两边的文武怎么一瞧啊, 大家也没敢乐呀, 有不少人啊, 都赞同赵云这几句话, 四将军这脸飘得对, 应该这样, 看咱们丞相说什么, 诸葛丞相那是最了解赵云了, 丞相准之道, 我这一派兵单单不派子龙, 他是非活不可, 哎, 诸葛丞相心想, 这事也怨我呀, 怎么呢, 事先呢, 跟子龙说一声就好了, 就是说吧, 像赵云交这么个底, 哎, 今儿个啊, 你也到这个相府去, 但是我可不一定派你, 为什么不派跟赵云说明白, 说明白恐怕也不行, 那么丞相诸葛亮, 为什么不派四将军赵云赵子龙, 丞相心疼赵云呢, 赵云跟随先帝刘备创几里, 拼杀在江场, 那可以说是打了一辈子仗, 这次啊, 诸葛丞相领兵南征平定南中, 去收梦货, 就不想带赵云去, 不让他去不行啊, 这老头在家待不住啊, 现在去北定中原, 还能带着这位老将军啊, 诸葛丞相舍不得了, 怎么呢, 西蜀五湖大将, 滚张赵马皇, 有四位已经相继去世了, 只剩下这位老将军了, 这是我们西蜀的财富, 说什么, 也得把老将军留在家里, 你看有这么位老将往这儿一作战啊, 那差大了劲了, 要不怎么说, 是铸石之将, 骨弓之臣, 不得了啊, 别人假如说要想进散西蜀, 一听赵云在那儿呢, 他得合计合计啊, 随便就派个小卒, 坐在西蜀这儿, 人家随时都可以进来, 所以今儿个丞相不派他, 是想把老将军留在成都, 赵云不让啊, 说什么我也得去, 哎, 自农, 我平定南中之后, 现在梦起病故了, 好似折我一臂, 诸葛亮说得很深情啊, 眼圈都红了, 怎么, 马超病死了, 我没想到, 就像断了我一条绑臂一样, 无神惜之啊, 非常可惜, 我看将军年事已高, 不如暂时留在成都, 如果跟我去北定中原, 躺有称池, 岂不动摇将军一世英明, 依我看啊, 还是留下来吧, 以免减缺我属中之锐气, 哎, 赵云听的这会儿, 把虎目一瞪, 丞相说得哪里话来, 丞相, 别人不知道, 你应该知道赵云啊, 我自从跟随先帝创业以来是临阵不退, 欲敌则先, 大丈夫得死于江长者姓爷, 无何恨烟, 哼, 这位老将军气冲斗牛啊, 他说的一点也不假啊, 我自从出世以来跟随先帝南征北战东党西沙打的劲儿个了, 我什么时候皱过眉头, 大丈夫死于江长, 为国捐躯, 那是多么万幸的事啊, 是个好事情啊, 今日赵云不才愿在丞相跟前请令, 为前部先锋, 这先锋官归我了, 哎呀, 丞相怎么劝也劝不了了, 怎么留也留不住了, 可是诸葛丞相怎么也不忍心就把这只大令交给赵云, 子龙, 你还是再想一想吧, 还是留下来的好啊, 哎呀, 赵云听的这个咔咔咔咔, 这擦掌, 是擦掌有声啊, 丞相, 今日若不把将领交与赵云, 不派我坐您的马前先锋, 俺赵云就一头, 创死于阶下, 把大伙下以哆嗦, 怎么, 哎呦, 老将军真急了, 这怎么办呢这个, 怎么, 要不把这令给他, 他要碰死, 呃, 丞相诸葛亮吃了一惊, 心说赵云这个人说话是板上定听啊, 他说一句是一句, 走路是一步一个脚坑, 不带错一点的, 他要说创死, 他真创, 那不麻烦了吧, 他看, 他这个, 哎呀, 丞相举着这支令, 左右看了看心说, 这谁出来帮助我劝劝呢, 就在这时啊, 过来了一位, 向丞相秉守实礼, 啊, 丞相, 我看您就把这支将令, 给老将军了, 我不踩, 愿随老将军前老, 做丞相马前先封官, 哦, 诸葛亮一看是邓芝, 哎哟, 丞相可放心了, 怎么, 邓芝这个人呢, 足智多谋啊, 有他在子龙身边, 他会很好的照看老将军, 丞相一目示意, 哪意思, 等之, 你可要把老将军照顾好, 别让他一味的到镇前去厮杀, 等之点头, 我明白, 当时丞相把令箭交给了赵云, 哼, 选定这个日期可真是个黄道吉日啊, 号炮齐名, 金谷大作, 丞相亲自统凶兵三十万, 北伐中原, 后主流产, 出城十里, 为丞相践行, 军臣互道珍重, 然后一声炮响, 人马浩浩荡荡, 离开了成都, 这时会儿早有探马, 暴雨了魏主曹瑞, 把这小皇上吓得呀, 脸都白了, 怎么着, 诸葛亮, 率领雄兵几十万, 打我来了, 哎呀, 赶快, 聚文武来, 一试, 都口吃了, 都磕巴了, 赶忙把重文武全都找来, 曹瑞把这事儿当着重文武, 怎么一说, 嘿, 不管是文班之中, 还是武将之内, 有好些人的, 暗字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, 诸葛亮亲自, 带兵来的, 赵云赵子龙为先锋官, 这可怎么办呢, 啊, 眼看, 兵进汉中, 兵到汉中, 得过来长安, 长驱直入, 大卫, 大卫就完了, 互相看了看, 说目前的终点啊, 有三分钟, 这金殿上, 没有一个坑声的, 也不知道是在想办法呢, 还是让曹瑞方才那句话, 给吓傻了, 就在这时, 武将之中怒恼了一位, 他抢步出班, 出班见价, 陛下, 不必担忧, 不是就是诸葛亮领兵来发中原来了吗, 别看他虎视眈眈不可一世, 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头, 请陛下传旨, 我要统帅一支人党, 亲自到汉中去, 阻敌诸葛孔明, 同时我还要把诸葛亮升秦活达, 来见陛下, 真有横人呐, 众为武一瞧说话的这位, 年纪不大, 生的可是满威武啊, 前胸宽背绑后肚子腰憨, 这张脸面似东瓜皮, 清须须绿皮的昏儿角着眉毛, 那眉毛一个圈一个圈是斜叉入病, 一双金睛蝶帽的眼睛, 那俩眼珠子一瞪还是真甚人呐, 鼻里口颓大耳朝回是喊一下无须, 大家一瞧, 这位冤不得这么横, 此位现在是当朝的驸马, 大将军夏侯冤的少爷, 夏侯冒, 他要聚敌西蜀是替父, 报仇, 晚安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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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